游戏输了 惩罚给前男友发 我想你了 他秒回 不是说跟我老死不相往来吗 怎么就想我了 后悔了 不说话 你什么意思 想复合就直说啊 我又没说不答应 你人呢 我一条没回 当晚影帝开直播标类 是的 他掉了我 又不理我了 网友 不是哥们你恋爱脑啊 你 我是娱乐圈当红小花 参加综艺时输了游戏 被要求给前男友发我想你了 听到惩罚的那一刻 我实话了 想到我的那位前男友 那么娇筋的一个人 被我甩了又找上门 一定会嘲讽死我的 我试图反抗 我没有前男友 主持人却狡黠一笑 放出我的采访视频 视频里 我大方承认有过初恋 但已经分手 他调侃 不可以骗我们哦 证据一出 我毫无反抗的余地 只能在万众期待中掏出手机 接受投评 虽然我没有写备注 但现场的一些共同好友 已经认出了那个 颇有辨识度的头像和网名 正是当红影帝附建川 小花灵溪震惊 她 她是你的前男友 我尴尬一笑 不怪他们震惊 实在是附建川这几年 在圈里太过遵守难得 哪怕是合作 也永远和异性 保持着客气疏离的距离 别说女朋友了 连女性好友都没几个 在众人吃瓜的眼神中 我硬着头皮打字 我想你了 刚想跟主持人说 我完成任务了 下一秒就收到了回复 不是说 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吗 怎么就想我了 后悔了 不说话 你什么意思 想复合就直说啊 我人还没反应过来 对话框都已经满了 围观众人惊呆 这个惩罚之前也有人做过 但很多时候 根本来不及等到对方的回复 我以为我也一样 可附建川不仅秒回 还回了这么多 二 我下得赶紧关掉手机 其他人却还沉浸其中 天哪 他怕不是一直在等你吧 回得那么快 知道对象是附建川的 则更为震惊 不是 他在你面前居然是这样的吗 他是不是很喜欢你啊 我只觉得头皮发麻 没有 我们很久不联系了 因为附建川 是这个惩罚环节里回得最多的 这段录屏很快被上传到网上 再配上其他嘉宾的反应 一时之间 我的前男友到底是谁 成了网友最关心的话题 录制结束后 我胆战心惊地翻手机 附建川在我没回复的时候 又发了一大堆 你在干嘛呢 装高冷想让我先低头 不行 当时是你先放狠话的 但你要飞翔也行 我给你个机会吧 你现在哄哄我 我就同意复合 不想哄 扣个一也行 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我服了 最后几句是 宝宝 宝宝 复合好吗 我好想你啊 我心脏狂跳 现在网上已经开始讨论我的前男友 附建川也应该知道了 我只是在完成惩罚 他给我发了这么多 一定很想死吧 我越想越心惊 不敢回复他 没一会儿 忽然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 昭仪 你那个恋爱脑前男友 居然是附建川 我有点不好意思 啊 你也看出来了 他语气急吼吼 这还要我看 你热搜多上五个了 我懵了 啥 三 我点开热搜 入目全是 警号附建川我被调了 警号 警号附建川恋爱脑警号 警号附建川发疯 警号 警号林昭仪 附建川 警号 点进去才知道 在我给附建川发消息后不久 他就开了直播 开口就是一句 我是什么很烦人的人吗 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表示 怎么会 副个人超好的好吗 附建川心为了一鸟 眼泪刷的就掉了下来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 他根本不理我 网友追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哽咽着解释 可是又突然说想我了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想我了 结果 结果我找他 他就再也不理我了 是的 他掉了我 又不理我了 他眼睛越说越红 到最后 直接埋下头流泪 消失在镜头里 网友猛逼之鱼 很快将两件事联系了起来 附建川形容的对话 跟我和前男友的对话 几乎一模一样 在对比一下时间 更是完全吻合 于是 警号附建川恋爱脑警号的话题 直冲热搜 不是哥们你恋爱脑啊 我受不了了 刚看投屏 人家一个屏A 你一套技能全交了 感觉他是那种 会觉得灵姐 喜欢他才掉他 不然为什么不掉别人的人 笑死我了 富哥还不知道 那只是一个游戏惩罚吧 不敢想象 等他知道了 会哭得有多惨 话题一个接一个的报 我看着手机 大脑当机之鱼 忽然收到了微信新消息 来自附建川 他问 你只是在玩游戏 其实根本就不想我 四 我一瞬间大脑空白 游戏确实是在玩游戏 但要说分手以来 完全没想过他 不是 玩游戏的时候 确实有想到你 话一发出去 我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跟我想说的 似乎不是一个意思 正想看看哪里奇怪 富建川又跟点了炸钥似的 劈里啪啦发来了一大串 哟 终于舍得回我了 什么意思啊 玩游戏才想到我 你以为我很想你吗 笑死 我根本不在意 只是怕我不理你 你又哭鼻子而已 你也别误会 你哭鼻子关我什么事 随便是谁 我都会这样的 完全不是因为你 其实我也没有想你 懂了吗 我看着他发来的连环炮 已经能想象到 他在屏幕那头冷笑的样子 可 到底哪句才是他的真心话呢 我想不明白 也没勇气再想 只能默默敲下几个字 好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消息发出后 聊天框原本显示的 对方正在输入中 突然消失 隔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出现 不知道富建川在山山改改什么 对方正在输入中 断断续续闪烁了半个小时后 我只收到三个字 你真行 犹豫许久 我没再回复 反正也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五 可没想到 没消停多久 经纪人又打来电话 通知我 即将和富建川 参加同一档直播练宗 而且为了赶热度 下周就直接开播 我疑惑 为什么 一开始订的嘉宾里 明明没有他 他叹一口气 是节目组看了前两天的热搜 特意去尝试邀请的 谁知道富建川直接就同意了 我大惊 他知道有我吗 他答得毫不犹豫 当然 而且他还跟制片人说 没你就不去 所以 你赶紧收拾收拾进组吧 我一瞬间愣住 富建川 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点名道姓要望 该不会是想借着综艺报复我吧 可违约金摆在那里 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节目录制当天 富建川是到得最早的 他挑了个边角的位置坐下 仰头 撑手 现在等待什么 有两三个嘉宾到达后 想坐在他旁边 他都蜿蜒表示 抱歉 这里有人 而磨磨蹭蹭 不想见到他的我 自然最后一个赶来 来时只剩下了 富建川旁边的那个位置 我本想自己重新搬把椅子 导演却笑呵呵地催促 朝仪 那是小川特意给你留的位置 快去呀 我愣了一下 下意识 抬眼看向富建川 却只听到他冷哼一声 谁给他留位置了 我只是不习惯旁边有人 我挠了挠头 那我去搬 他见我又要去搬椅子 又急急开口 还麻烦什么 都等着你呢 我只得呕了声 小心地坐在了富建川的身边 他身板坐得很直 两只眼睛死死的目视前方 生怕留一个余光给我 见他这副模样 我立刻就相信了 他并没有给我留位置 弹幕却笑死 富建川你要笑死我吗 人没来的时候 脖子都张望成长颈鹿了 人一来你倒成了端庄绅士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哥这么能装 为了等林姐拒绝了 所有人坐在他旁边 还非要嘴硬 也就嘴硬了两秒 你看林姐要搬椅子 给富哥挤的二郎腿都放下了 哈哈哈哈 林姐那天就只是没回他消息 给孩子哭成啥样了都 简单的寒暄过后 导演单刀直入地 开启了第一轮配对 由男嘉宾拍摄一张 任意身体部位的图片 女嘉宾选中相应图片 即可互相配对 男嘉宾们被关进私密房间拍照 女嘉宾则按照实时热度排出 做选择的先后顺序 弹幕刷屏最多的话语是 林昭仪给我狠狠选富建川 我因此成了可以第一个 做选择的人 五张图片一起被投影在大屏幕上 有手照 眼照 锁骨照 甚至还有一张腹肌照 网友震惊 这是哪只花孔雀在开评 这是我不花钱就可以看的东西吗 天啊 裤子低的边边都看不见 他为了被选上真的好努力呀 而且这些照片不都是现场拍的吗 一想到那个人在房间里脱衣服 扒裤子拍照 我就想笑 我的视线不自觉地定格在那张腹肌照上 一看就轮廓清晰 净受有力 如果能整着睡觉 该有多爽啊 我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 富建川的腹肌片右下方有一颗红质 而这张照片上的腹肌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痕迹 所以他的主人不仅诱人 而且不是富建川 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这张 慕莲拉开 出现的却是富建川的脸 导演开心地宣布 恭喜昭仪和小川在本环节配对成功 我懵了 几乎脱口而出 怎么可能 富建川却毫不意外 脸上是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 怎么不可能 我沉默片刻 努力回想 你 你的腹肌下面不是有颗质吗 他冷冷一笑 节目组没说不可以屁图 我 他见我如梗在喉 还不忘冷哼一声 你果然还是喜欢这种 网友 所以他不仅又脱衣服又扒裤子 还趁着这点时间屁了图 平时让他发点自拍营业 跟要了他的命一样 为了林姐都直接拍腹肌了 他真的我哭死 可我的关注点是 林姐知道富哥的腹肌上有科质 是不是说明他们以前 那个过 我的青天大老爷 楼上的 你真像了 我疯了 我疯了 他们能不能现在就给我亲一个 我们是什么很见外的人吗 听到没 我要看 起 五队嘉宾都选择完毕后 导演宣布了第一轮约会的规则 为了督促配对情侣积极约会 每队嘉宾会分别开启独立直播间 按照直播间的人气排序 决定晚上的时速条件 一直到被塞进直播房间 我仍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 富健川屁图 富健川竟然屁图 以前可是拍照 让他开个滤镜他都不开 我越想越困惑 索性扭头戳戳他 你为什么要屁图 富健川原本在摆弄直播设备 听到我的问题 浑身仿佛都僵了一下 他缓缓地转过头 增大我的竞争力 有什么问题 似乎也说得过去 我还是忍不住问 那那颗痣 话还没说完 他突然打断我 不小心屁掉的 怎么了 你该不会以为 我是怕你认出 我就不选我 故意屁掉的吧 笑死 怎么可能 你选谁 我根本一点都不在乎好吗 那完全就是不小心 完全就是一个意外 但你眼光还是不错的 我的照片 明显比他们优质很多 我满脸黑线 他什么时候能改改 这莫名其妙一说 就是一大堆的毛病 我只是想说 他那颗痣挺漂亮的 没必要屁掉 网友直接笑死 踏马的 他怎么跟个机关枪一样 给我灵姐都说懵了 你们别信他的 大厅直播间的工作人员 刚放出来 男嘉宾拍照的花絮了 别人只是摆造型 富哥非要工作人员 教他屁图 还很着急地指着屏幕说 要把那颗痣屁掉 哈哈哈哈 谁不知道 他是故意屁掉的呀 还非要嘴硬是不小心 也就灵姐宠他 他说啥都信 笑死我了 可是富老师嘴硬的样子 好可爱哦 一边眼神飘忽 一边偷瞄灵姐的反应 给我换只都可爱出来了 灵姐你就从了他吧 爸 虽然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在约会 但我和富健川 就这样坐着 硬生生面面相去了五分钟 聊天更是聊得莫名其妙 你吃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西红柿番茄面 哦 好吃吗 导演都看不下去了 推门提醒 你们再步做点什么 直播间的人气 就要垫底了 我想摆烂 试探询问 垫底会怎么样 他瞪眼 找出一张长椅的图片 晚上睡板凳 我看着光秃秃的长椅 倒吸一口凉气 赶紧戳戳附健川 我们约会吧 他一愣 耳根迅速染上一抹粉红 神 什么呀 我其实根本没有很想和你约会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想意识到什么似的 又嗨嗨两声 哦 是你要跟我约会呀 谁让我那么大方呢 你这么求我了 我就勉为其难地同意一下 我懒得理他的碎碎念 对脸到直播设备前看了看 弹幕正在飘平 天杀的 你们终于准备结束口水花的聊天了吗 我刚刚莫名其妙地看了十分钟 我的流量不是流量吗 隔壁男生都直接脱衣服 展示健身成果了 这俩人就仗着朕的宠爱 如此敷衍 明明他们只要有一个正常的互动 副歌就会特别特别可爱 可他们算了不说了 林姐在看吗 能看到我们吗 能不能讲讲 你们之前为什么分手啊 加1111 就当是补偿我看你们口水花花的流量好吗 姐姐翻我 看着一个比一个激动的网友 我有些不好意思 刚刚那样 好像的确有点对不起观众 可看着他们的愿望 我又有些违满 我能看到 但是为什么分手 这个不太好说吧 傅健川皱着眉也凑过来看 看清弹幕刷屏的愿望后 他又是冷冷一笑 怎么 有胆子做 没胆子说吗 就 我服额 虽然分手的确是我提的 但 把分手原因告诉全国人民 真的很没隐私好吗 看着傅健川别嘴 我索性白烂 学着他的样子冷冷一笑 行了 他伸手拦住我 唉 算了算了 你不想说就不说呗 这有啥的 网友 我还没来得及兴奋吃瓜 就伪了 傅哥是个会察言观色的 察觉到灵姐有点不开心 立马就怂了 笑死我了 别怂啊 傅健川 你刚刚不是还在挑衅他吗 大家让傅哥吧 他不是双面拍 他只是一个怂怂的气管炎罢了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聊天局啊 姐姐求求了 我瞪了傅健川一眼 很快捕捉到了最新的一条弹幕 你们想聊天吗 可以呀 直播间人气开始肉眼可见的上升 我惊诧 原来人类的本质是八卦 我开始截图 回答截道的第一个问题 林姐是不是只谈过傅哥一个 我愣了一下 不自觉的看向傅健川 这个还真不是 想了想 我还是诚实的回答了 跟他分手以后 我还网恋过一段时间 这段经历我从没跟别人提起过 毕竟网恋总觉得怪怪的 说完这句话 傅健川的脸色似乎变了变 他忽然开始忙起来了 又是摆一摆桌上的盆栽 又是挪一挪收音的设备 耳朵竖得老长 就是不正眼看我 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弹幕继续问 网恋 能不能展开说说 我回忆了下 那个没什么可说的 谈了两个月就分了 网友纷纷追问原因 傅健川似乎也不动声色地竖起了耳朵 我服我 他对我实在太百依百顺了 我怀疑是诈骗 网友点赞 我解的反诈意识 杠杠的 傅健川却皱起了眉 他很不服气地反驳我 怎么可能 哪有人诈骗还给你转账的 我也不服 可哪有人刚认识就转账的 万一是跟刷单一样的骗局呢 傅健川越说越委屈起来 可人家也没让你转账啊 你干什么就拉黑人家 我正想继续跟他说道说道 忽然察觉不对劲 我往后痒了痒 十分狐疑地看向傅健川 你 你怎么知道他给我转账了 十 傅健川愣愣地眨了眨眼 眼神开始飘忽 手脚开始忙乱 憋得脸都红了 才憋出来一句 这 这很难猜吗 我默默地看着他 想起我那网恋对象 跟傅健川高度相似的嗓音 真诚发问 你自己信吗 网友已经笑死 所以 跟灵结网恋的那个人 就是他吧 哈哈哈哈 他妈的 本来只是聊个天 没想到炸出来个大瓜 不是 他真的好爱啊 被分手了之后 还巴巴地上 赶着去找人家网恋 我哭死 可不是 他还给灵结转账呢 甚至好到灵结都怀疑他是骗子 傅健川你 我以为你只是普通的恋爱脑 没想到你是顶级的恋爱脑 我安静地注视了傅健川130秒 他被我盯得脸红到脖子根 但仍然耿着通红的脖子嘴硬 怎么了 你这么看着 我就想让我承认吗 我告诉你 我没有 我就是没有 真不是我呀 我真的没有跟你网恋 我都被你甩了 我怎么可能还去找你网恋呢 我有那么蠢吗 我又不是什么舔狗 我还给你转账 我 我服了 他越说越破防 我越想笑 当时那位网恋对象 声称是加错了人才加到我的 说是有缘 求我先别删他 我登上游戏号 他又主动求组队 看到他超级王牌的段位 我当场就同意了 我被打倒的时候 他会开着飞行器 多好 我来了 很是古人 一顿扫射 直接帅帅的灭队 只要有他在 我就可以全程逛街 在大草地上 跳舞都不怕 因为倒了 他也会救我 而且 他的声音又很像傅健川 我难以抑制的有些上头了 出了两个月 他对我简直是有求必应 还经常莫名其妙的给我转账 某天我跟闺蜜谈起这时 他说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肯定是遇上杀猪盘了 我大惊 当天就把人给拉黑了 没想到 居然是傅健川本人 十一 我故意逗他 你这么喜欢我呀 还特意开个小号 勾引我网恋 他又急又慌 不是我呀 真不是我 你可别误会呀 我就是随口一说 那网恋转账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就随便猜了猜呀 我看着他 手忙脚乱辩解的样子 忽然觉得很可爱 生了些逗弄的心思 我满不在乎的坐着身子 好吧 真不是你就算了 他瞬间愣了一下 嗯 见我表情认真 还渐渐松了口气 但又有些不甘心似的追问 嗯 诈骗犯 要什么印象 他一下又急眼了 什么诈骗犯 你 话说到一半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又委委屈屈地闭上了嘴 算了 关我什么事 反正又不是我 我憋笑快憋疯了 弹幕已然笑爆 他不会以为他隐藏得很好吧 哈哈哈哈 他妈的 好可爱呀 小川川 明明很想为自己辩解 但是又不想承认 我超爆 他是不是傻呀 直接承认啊 没看林姐眼睛里都冒星星了吗 他可能害怕承认了 会被林姐笑死 哈哈哈 天塌下来有傅健川的嘴顶着 我倒要看看他能嘴硬到几时 12 将傅健川和那位一直被我认为是杀猪盘的网恋对象联系在一起后 我突然觉得他怎么看怎么可爱 以前总是觉得他嘴毒 没想到其实是嘴硬 因为这档子小插曲 我们直播间的人气飙升 除了原本就在看节目的人 还吸引了一大批文讯前来的吃瓜群众 宣读热度排名时导演乐不可知 昭义和小川啊 很优秀 直播热度破了我们的记录 其他嘉宾纷纷鼓掌 傅健川则一脸谨慎地拽拽我袖口 热度那么高 我刚刚解释清楚了吧 那些网友不会误会吧 他问得小心翼翼 生怕别人注意到他 几乎是用气音 我扑吃一声笑出来 有没有人说过 你很可爱 他微愣 两秒后又白起了谱 切 你随口夸我一句而已 你以为我会很开心吗 我完全没有 我看了他一眼 笑而不语 弹幕 本来我们都不知道的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 林姐随口夸一句你就会很开心了 哈哈哈哈 你小子 嘴角比AK都难压 热度排名依次宣读完毕后 导演开始询问大家 心仪的下一次约会对象 我和傅健川 作为热度最高的配对嘉宾 拥有优先互选权 只要我们都同意 明天依然可以继续约会 话筒递到傅健川面前 他高傲地扬着下巴 问我干什么 我都可以啊 我很随意的 于是话筒又递给了我 我想了想 微微一笑 我觉得还是不了吧 此话一出 傅健川顿时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他眼中好似有万千种情绪 有千万句话要问候我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温和地解释 我感觉傅老师不是特别喜欢我 所以 我不想耽误他 傅健川的眼睛里又多了一份震惊 他脱口而出 谁说的 你怎么感觉的 你 察觉到大家都在期待地盯着他之后 他又洋装不在意地怂怂肩 哦无所谓 不选就不选呗 你以为我很在意吗 13 我在三向傅健川确认 他表示他真的不在意 于是晚饭时 我主动向另一位男嘉宾投去了橄榄枝 晚饭按照直播间热度分配了不同的菜肴 我和傅健川分到了很丰盛的一大桌 隔壁的小哥手鱼粥只能咸菜就白粥 我见不得帅哥受苦 主动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吃 小帅哥笑了 傅健川却皱起眉 那是我们一起迎来的晚饭 你怎么能和别的男人一起分享 我眨眨眼 你也可以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呀 反正你又不在意 我阴阳怪气地加中了后三个字的读音 弹幕 谁懂 我笑得腹肌都出来了 阿里嘎多美洋洋桑 傅哥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 低头一看居然还是自己挖的坑 傅健川无力争辩 一边扒饭 一边被弃成河豚 见我和渝州言笑艳艳十分开心 他气不过一拍桌 直接把所有人都叫来一起吃了 导演见大家都把桌子拼到了一起 干脆把晚上安排的坦白局环节挪到了饭桌上 大家依次抽签 抽到问题卡的人要如实回答 并且喝一杯酒 我抽到的是 在场最有好感的异性是谁 我朝渝州笑了笑 渝州吧 感觉他很可爱 大家都在笑 只有傅健川把盘子里的牛排切得搭直搭直响 还埋着头 一言不发 很快 傅健川也抽到了问题卡 会在意前任对自己的评价吗 他冷哼着端起酒杯一眼而尽 不在意 我说了我完全不在意 小部分人笑而不语 轮次进行得很快 傅健川次次都能抽到问题卡 一开始他还能硬气回答 后来随着问题的逐渐深入 他又喝了不少酒 变得越来越脆弱 最喜欢异性怎样评价我 我喜欢他说我可爱呀 他一说我可爱 我感觉我心跳都快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小鹿乱撞吗 可是他转头又夸别人可爱 那我还喜欢这个词吗 我当然喜欢啊 他都那么久不夸我了 大家纷纷扭头看向我 毕竟半个小时前 我刚夸过渝州可爱 我默默端起水杯战术喝水 渝州小心地戳了戳我 杰 你真的不去安慰副歌一下吗 我感觉他要碎了 弹幕笑死我了 小鱼还在那跟林姐说悄悄话呢 你可消停点吧 老傅看到真的要碎了 哈哈哈哈神他妈碎了 傅健川你忘了 你是矜持高冷男了吗 还矜持呢 我看他在喝点 能直接抱着林姐的大腿 哭成徐峻大 十四 游戏进行了五十多轮 傅健川已经醉得不成样子 他捧了一张又一张问题卡 双眼通红 在不在意前任对自己的评价 我在意呀 我在意死了 我恨不得追着他问三百遍 是一个很容易吃醋的人吗 你觉得呢 我吃醋吃得还不够明显吗 我都要把自己腌成酸菜缸了 最有好感的异性 除了林昭仪还能有谁 我对他有好感 我喜欢他 我爱他 嘴硬都是我装的 我脆弱死了 我就是一个玻璃娃娃 碰一下就要碎掉了 我们生活习惯不合 但我会改的 宝宝宝宝 回来吧 我好想你呀 我再也不会穿你的拖鞋去扔垃圾 再也不会早上起来 就要抱着你亲 晚上再也不会不听你喊 傅健川哭成泪人 节目热度飙升 导演乐见其成 也不知道喊停 嘉宾吃瓜 吃得更是起劲 但他说到晚上 我顿感不妙 连忙上前捂住傅健川的嘴 好了好了 傅老师都醉了 今晚差不多就到这儿吧 那最近报的后半句 被我死死地捂在了傅健川的嘴里 但苗懂的人还是苗懂了 网友高举大旗 支持综艺嘉宾言论自由 林杰不许捂嘴 我是一个80岁的老人 想看点真实的直播综艺 谁知道嘉宾之间还互相捂嘴 我眼睛都熬花了 却只换来如此结局 昭仪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变成你的鞋带 自己打个结 让你没办法过去捂住我哥的嘴巴 楼上的要笑死我吗 虽然副哥没说出来 但你们还不会脑补吗 写文的太太 不会自己产粮吗 嘴硬男无师妹保喊停 越不要越起劲 结果追击火葬场的破文 很难写吗 楼上的太太太会说了 请你立马注册账号 我要看到他们 分手前同居的万字大张 笑死 突然懂了 为什么问到分手原因的时候 林姐说这个不太好说了 的确是不太好说 哈哈草 15 叫停游戏后 我仍死死的捂着傅健川的嘴 生怕他又说出什么惊世之言 渝州主动提出 要送傅健川回房间 原本醉眼朦胧的傅健川 忽然使劲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没骨头似的往我身上靠 我不要他送 宝巴 你送我吗 我 万众瞩目中 168的我扛着186的傅健川 回房休息 压榨呀 这是赤裸裸的压榨 傅健川嘟嘟囔囔了一路 结果一挨床就睡着了 想来是真醉得不轻 安置好他以后 我跟导演打了招呼 自己也回房睡觉了 刺激 太刺激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比我的医生还精彩 不过也好 不仅让我明白了傅健川的心意 顺便还知道了 那个诈骗犯的真实身份 我决定等傅健川醒了 再好好跟他谈谈 可第二天一早 傅健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出门了 在旁人的解释下 我才知道他早上6点 自己发了条微博 爱傅健川喝酒误事 今日起退圈 误念 听说工作人员已经劝了 他一个小时了 他坚称自己没脸在娱乐圈混了 坚持要等摄像头都关闭后 自己默默离开这里 我翻了翻热搜 全是昨晚他喝醉后 哭成泪人的视频剪辑 幸而他生的俊逸 泪流满面也不让人觉得狼狈 反而有一股破碎的美感 尤其那双水光银的眼睛 更是让人要跟着他心都碎了 只是他说的话 的确有点偶像包袱掉一地了 在导演的哀求下 我敲响了傅健川的房门 里面传来他绝望的声音 不出去 我说了我不出去 你们把摄像头关掉 我会叫车来接我 我有点想笑 但还是清了清嗓子 傅健川 我有事和你说 他语气瞬间变了 朝一 十六 傅健川把门打开一条小缝 让我进了门 进门才看见他肿成整容眼的双眼皮 和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是我 我也不想出门 他看出我的错愕 拧了敏唇 你也觉得我很狼狈吧 来看我笑话吗 我本想卖个关子 见他眼中又有水光在翻涌 眼望上前摸摸 什么呀 我能看你什么笑话 你哭得那么好看 大家都说你是一岁敢美人呢 他别过脸去不看我 可我很丢脸 我凑到他面前 丢什么脸 他看着我主动凑近的脸 愣了下 我 我把我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我捏捏他手臂 你只是说了你的心意 怎么叫丢脸 他微微醋眉 努力思考许久 得出结论 可你又不喜欢我 我眨眨眼 谁说的 你说的 我什么时候说的 你跟我分手了 你还不想我 那我撤回 撤回什么 撤回一个分手 撤回又有什么 他话说到一半 呆住了 瞳孔微微放大 有些难以置信的看向我 你说撤回什么 我重复 撤回一个分手 他挠挠头 那是什么意思 撤回分手 我点起脚 在他唇边啄了一口 意思就是 我们复合吧 17 真是说时迟那是快 原本还乱糟糟的一个附件穿 一瞬间就变得活力四射 你说真的吗 你主动要跟我复合 这次不是什么游戏吧 你是真心的吗 你喜欢我吗 不会觉得我丢人吗 不会是什么节目组的任务吧 你不能整我哦 你不会是觉得 我好可怜才要复合的吧 他向我确认了很多种 我都没想过的可能性 我向他保证 想复合是因为 我一直都还喜欢他 他才终于相信 最后他反复强调 你不可以反悔哦 我无奈点头 你说五次了 这人怎么 一遇到这种事 就跟个话老似的 两小时候 在镜头里的时候 大家都喜大普奔 导演更是捂着心口 我的收视率说要退圈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傅建川浅浅一笑 道歉 有人调侃他 怎么不退圈了 他直接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宣誓主权般的扬着下巴 能公废谈恋爱 我才不退呢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我 我无脸 你能不能别胡说 他理直气壮 这本来就是恋宗 我没胡说 我 网友 刚刚那个闹着再也不出镜的人是谁 你们就让让他吧 看样子 林姐是和他复合了 丑丑给他开心的 毛都竖起来了 既然是公废恋爱 你们现在就给我亲一个 18 因为和傅建川复合 接下来的节目录制得格外顺利 一些原本节目组 为了让嘉宾摩擦出爱的火花 而设计的小巧思 全成了傅建川口中的小情趣 我自觉有趣 也由着他闹 一直到晚上 回房休息前 傅建川抓着我的手 恋恋不舍 你要回去了吗 我点点头 该睡觉了 他晃晃我的手臂 你困了吗 我想了想 有点 他垂眼 滴滴地应了一声 好吧 我看出他的小心思 干脆提出 要不要再去转转 他立即站开笑颜 好 我们把节目组的场地 都走了个遍 最后 在湖边的秋千上坐下 我翻出手机 把那位陈锋已久的网恋对象 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傅建川愣了一下 扭你起来 你干嘛 我笑了 你别说 这个草原孤狼 还真是一个很完美的 网恋对象呢 傅建川耳根一红 我翻了翻 我和草原孤狼之间的聊天记录 幽默风趣 会聊人 能提供情绪价值 打游戏随叫随到 而且 你给我转账 转得快有八十万了吧 他摸了摸鼻尖 说这些干什么 我捏捏他耳朵 笑 开小号找我网恋 亏你想得出来 他扁扁嘴 那我能怎么办 你分手的时候那么决绝 是我人生中被骂的最狠的一次 我歪头 那你不该记恨我吗 他委屈极了 可耐不住 我又很想你 你骂我骂得那么凶 我又不敢直接找你 只能开小号了 后来你拉黑我 我还以为被你识破了 谁知道 竟然是因为我好到 你以为是杀猪盘 我见他越说越委屈 赶紧给他顺顺毛 那说明 你真的很好很好 他偏头看我 那一百分满分 你会多打几分 我想了想 给草原孤狼打一百分 你妈 还要更乖一点才行 他出乎意料的没委屈 只是敏唇认真的想了想 然后对我说 好 我愣了下 被他认真的样子 搞得心软软 我开玩笑呢 其实你也是一百分 那我是满分 当然 你抄 好的 十分钟后 我嘴有点疼 一摸 破皮了 好家伙 再也不给他打满分了